台湾政壇的負面聯想實在太可怕 反送中第一時間回答不清楚 那許委員就說你在中點半是不是有談妥什麼事情 我覺得許委員可能聯想實在是太多了吧 每一件事情都聯想到非常非常多的負面 事實上我們陸委會發文也是晚上7點 蔡英文總統也是晚上9點 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想到香港那個街頭 一下子會報那麼多人上街頭 所以所有的發文跟聲明一定是了解整個動態情況 簡言之總統府跟陸委會也沒有第一時間就發文 因為大家都不了解 怎麼會剎那之間激發這麼多的人 所以在發文的時候一定是非常審慎的 這跟許委員提的這個有什麼關係 我都不懂了 而且我們去帶著10個高雄市議員 帶著市府團隊到中點半 從頭到尾就吃了一頓飯 吃完飯就結束了 怎麼會談到今天什麼反送中的事情 台灣這個政壇聯想的負面實在是太可怕了 到了可怕了 我再重申一遍 身為台灣人我們非常關心香港 而且香港取得局勢的經濟的成就 香港人這幾十年來有非常優良的傳統 包括他的法治 他的陣風 然後他的效率 以及他的自由化 香港發展的四隻腳 發展的都非常穩 所以站在台灣的立場 香港政府 香港人民 一定可以找到一個理性對話的空間 祝福香港能夠一切的順順利利 我想我的重點就在這裡 市長 因為香港的民眾說 香港民眾說要敵視你們這部分 香港的民眾說 因為這個反送中的事情說要敵視高雄 因為我們再一次呼籲香港朋友 不要因為我晚了幾個小時發文 就太情緒性 所以我才點出來 包括我們的陸委會 都是晚上七點才發文 我們的總統府都是晚上九點才發文 那如果我晚了幾個小時 那天我是華龍舟 而且第一次參加龍舟比賽 又負責敲鼓 敲了個二三十分鐘 所以說我晚了幾個小時發文 請香港朋友能夠理解 絕對並不代表說 我們不關心香港 請香港朋友能夠了解 好不好 好 好 接下來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 最新的一些民調的變化 今天有一個媒體的民調有發布了 因為大家很關心的就是說 國民黨現在有一個人 他說他不參加初選 不完了 所以這個民調當然就不會再 把他放進來了 就是王金平 但是王金平原本在這個 一直以來的 大概各媒體的民調當中 他都有差不多有一個 10%的支持度 上上下下大概就10%左右 這10%現在會流向哪裡呢 最新的民調做出來跟上星期比 這是一個最新的媒體民調 說現在大家的支持度有7成是流向郭台銘 然後3成是流向朱立倫 所以如果這個看起來 如果王金平真的不選的話 或許有機會郭台銘的民調會上升一些 這是今天一個最新的媒體民調 但是很妙的是 這個民調是在601跟608 這兩場造勢會之後做的 但是反而郭台銘的支持度上升7% 然後韓國瑜掉的是1% 所以不知道這兩場造勢 怎麼會沒有影響到這個民調 如果是以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來看的話 他做的是台中 之前他好像分別做過台北高雄 對不對 這次他用台中來做 如果是一對一的情況底下 賴跟蔡都可以贏韓國瑜 賴跟蔡也都可以贏郭台銘 如果是這個一對一對比 如果是三人參戰的一個情況底下 柯文哲是可以贏韓國瑜贏賴清德 柯文哲也可以贏韓國瑜 也可以贏蔡英文 但是郭台銘如果出來選的話 賴清德跟蔡英文就變成第二名了 就郭台銘就落後了 所以民調起起伏伏 但是現在看起來 韓國瑜好像沒有一兩個月前那麼強了 可是美麗島的民調 因為他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是吳子佳 所以很多人對他的公信度 會打上一個問號 就認為他是民調 民調 對 所以我們就純粹是參考 這個是參考 但是我們的好朋友黃尹翰之前 也曾經來過我們節目 他就有說 如果以目前這個情勢看起來的話 他覺得國民黨2020輸的機率 超過50%了 他的論述是什麼 他的論述是黨內互打 事實上這個黨內互打的狀況 不要 你不要講說黃偉翰有些話 他沒有選 連自己有參選這個國民黨黨內初選的 朱立倫都很擔心 因為他的論述是認為說 黨內互打的結果 反正就是民進黨或是柯文哲會得力 然後他覺得現在看起來 他們自己黨內 民調該升的沒上升 指的是誰 但是不該下降的人反而下降了 顯然黨內互打造成 已經造成內傷的情況出現了 我們來聽聽看朱立倫是怎麼說的 彎腰低頭握手 郭台銘見黨中央談初選規則 身段放很軟 但終究鯊魚而歸 只是一個智慧 不是有討論的空間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比較遺憾 總統初選參選人座談會 僵持三小時 郭台銘出來沒笑容 因為他要的手機民調全對比市民調 通通被黨中央用共識訣擋掉了 我不是被說服 那如果說制定已經宣布的話 那今天為什麼找開這個會 制度的修改彈性 台灣限定時 五個人中央有一個不同意 這就不能修改 所以難難在這裡 被迫接受遊戲規則 郭台銘暫時不想先初選團結公約 讓其他參選人很不認同 我們要選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該有你自己的風度吧 只要內訓嘛 只要內亂 一定有人餘翁得利 餘翁得利的除了民進黨以外 就是柯市長嘛 國民黨先為韓國瑜修特別辦法 後來殺出郭台銘 兩槍相爭越發白熱化 更顯國民黨尷尬隱憂 TVB的新聞 邱志軍 劉立成 陳潤文 愛信教主 台北採訪報導 好 賴清德花了三天的時間 從台灣的南部一路車隊掃接 敗票到台北 在今天終於到了最終站的台北 而且他要前進凱道 象徵前進崇東府 而最特別的是 他雖然說這兩天都在大雨中 而且挺他的人 好像也沒有這麼多 但是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高嘉瑜 特別登上了戰車 全力的力挺 連線記者譚一輪 好 主播各位觀眾 目前記者位在的就是 賴清德車掃的戰車上面 你可以看我們現在已經 進到台北市了 後面就是賴清德 人在持續的車掃 而且現在旁邊陪同的 就是台北市議員高嘉瑜 但是現在台北的天氣 真的非常糟 而且下的是非常大的雨 可以看到高嘉瑜 連這個帽子都沒有戴 它是完全被雨 完全張開不住眼睛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現場情況 好 你可以看到高嘉瑜非常賣力 雖然沒有拿麥克風 但是依舊大力的在幫賴清德 畫下說要支持賴清德 那賴清德接下來也就將進入海道 會在預計4點半到5點鐘的時候 會在台北賓館前來開記者會 對外說明他這三天的心路歷程 那以上就是目前為你掌握的 最新情情 主播 怎麼覺得記者比賴清德還辛苦 還激動 對啊 大雨中 而且看起來好狼狽 這現在很難得有真情相挺 願意站出來挺賴清德的